我有个作用名 我自己的作用名 事业成功 最努力的不用解释 你不努力谁会成功 人生的价值 最奉献是你赚到钱 对社会有帮助 对社会有贡献 这才是价值 各位朋友 今集和我们一起探讨香港机遇的嘉宾 是在上一个世纪 五四运动那年出生的 和姚中怡、庄世平、林伯恩一切 是被称为潮汕四寶的陈慧南先生 慧南叔 你好 你好 你们大家好 慧南叔 你在哪一年出生的 1919 1919 哇 真是跨越了一个世纪 我祝年龄是103年 实际不是 我正月出生 哦 正月出生 宿荣 宿荣 105年 105年 OK 当时你在哪里出生的 在乡下 乡下 乡下 乡下在哪里呢 潮州市 潮州市 一个乡村 哦 潮州市 当时乡村的情况是怎样的 不得了 穷到 好穷啊 我们旋狼 是 因为我们不近路边 是是是是 那还要找到耕田 是 那你在耕田 最多有换食 是 你换钱就没得换了 是 很残忍 我们小时候 那些医生 多数是老爸 着气 着口 给你着的 你想买身 做新的 就没有这些歌唱 只要找食先 找食已经艰难了 是 不同的 后来 你为什么会移居来香港呢 为什么 这首 Kalim 上蓝有条河 是 我实在做 15岁 是 去雄生师范 讀書 是 他行你16岁 我公司15岁 小学博业 第一岁 所以在十五岁,讀三年,就十七岁上来香港 那时我毕业后,做了电视 我彭华哥,他有一个旧书 跟我拿了一套俠图给一个称 那时我小时候想到,出门好,也是在 留在哪里呢? 跟老爸说,老爸不同意我出来 因为他喜欢我在家帮他打理家庭 那为什么会想到来香港呢? 因为我的姐夫和姐姐来香港 做一间乡鸡公司,做很大的 那我心里想定,也是出来拨拨拨 我老爸又买鸡公司 那为什么我叫他大伯 跟我老爸说,我大伯的老爸说 那便出门 那时候,他给五元我 一旦谷都是两个多三万 那都很多钱了,五元 五元你要买船飞便说,三个几元 那以前搭船呢,不是这些油下船 是货船 那些烂船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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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烂船是煎的,不是说平的 那你十七八岁又来了香港 那你又创立了很多不同的公司 那你自己是什么机遇之下 你创立不同的行业呢? 我刚才说的,我自己在这里 一个人头的人工是十元 十元 十元 十个零四,四毫只非法 那我已经做了成十年 不是说自己会做生意不好 做了成十年 是 那刚刚有一个呢 有荣架 想陪我自己的公司买 我自己的公司买 他做引力科 不是做荣架 他不借 他不借 我想想想想 我问他 他说不借 不借,我就执 和我买 那十元 一个人工十元 哪有钱呢? 是 是 特四千元 哦 四千元 哦 就买荣架 买荣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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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教那些年轻人 做生意自己要说信仰 最重要是说信仰 那天早上和他拿 几千元荣架 下午买荣架 立刻给钱 啊 那个姓李的士头 有救提伙计 是 他说这个是好客 是 买荣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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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对你的相遇 一路做大 这些事情我很少惊讶 包括今天 我很少疼 有时候我都未必知道 你是一个很典型的 英文叫做entrepreneur 你是一个创业家 你觉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说成功秘诀是信仰 信仰 就是刚才我说 那个姓李的老板信我 是 我就看到你 要信仰 就是说早了 下午买荣架 买荣架 买荣架 就是有信仰 有信仰 有人肯信你 是 是 你又没有 没得做 是 即是是 如果 如果 他跟你做生意 如果你有一次 杀信仰 你就不用做 没错 我次是 未试过有杀信仰 他就不是继续给你做 OK 这是很道理 是重要的 所以我去那些年轻 最重要是说信仰 是 什么都说信仰 不是说做生意 就说信仰 做人也就说信仰 做朋友也就说信仰 一人而不信 定义 不是人 没错 你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应该具备些什么的特质呢 除了你说信仰之外 有什么特质呢 特质是很难说 比如我的 理念 实在我找到 找到很多钱 我下班就做公益 做公益 多数做公益 为社会服务 为社会 为社会 是 刚才我说 你说 我们这样子 都窮到窮 是 什么都没有 是 连医院 乡村医院 都没有 在哪里 在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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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医院 是 是 做小学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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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 我们 我们 这村 叫山鸡村 小学 小学 医院 中学 通到我一手 到我 敬起上 所以 我现在在潮州市 在潮州市 在潮州一帝 那些人对我 很尊重 是 当然 你为国家 为乡 做这么多事 当然值得人尊重 在2000年 你创办了 这个潮州社团总会 当时 你已经81岁 是什么原因 驱使你去做这件事呢 那时候 我说的 那时候 虽然81岁 我不知道 我身体很好 你现在都很好 现在都差点了 百多岁 是吧 如果 这个 来创办 这个总会 就有一段 是 你知 你明白 你很清楚 比如 这个 这个 潮州 或者潮安 或者什么 我知道 你是那种 潮州的 会长 就不是很熟 你 你 其他的職員 我也不是熟 知道 这个是潮州的人 我觉得 这些 团结方面 不是泡河 所以 我和 钟祭平老 当时 我们有 庄老 和他商量 喂 我说 比如 潮安 好潮 用了个儿为正 是 他不是熟你 是 你说话 我必须听的话 你会说你 我说你 我说 这样也不是团结 大家 没有什么团结的力量 我说 我想 去交一个总会 你觉得 一个人 立即举手 立即举手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当时钟祕 在香港的名龙 做好歌 是 是 他说话 没有什么人反对 是 我又听过 以前 老一辈 都是想组织 做会 组织不成 为什么组织不成 你跟你 我跟你 我跟你 我实际听你说 是 你说组织 我未必 以后 我 做这个 同样会 不是很好 什么 所以 那时候 我身边 冷冷的朋友 找这个 国会的 会长 有时 喂 去饮茶 其中有一个 喂 饮茶 有时 不得客气 不得客气 吃晚饭 行不行 转了 可以 我说 没问题 由饮茶到食 又多些人 多些人 又相当多时间 至少了几年 两生来的 吃晚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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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长些 可以谈论些 吃晚饭 当时有一个 提议 不如我们 现在 这些 会长 大家都很熟 不如我们 是组织的宋会 是 我说 我赞成 不然 他有个条件 他说 什么条件 我说 你个个参加 我做来组织 譬如 二十个 里面 十几个参加 十几个不参加 就没意思 一定要团结 全部参加团结 我做来组织 举手 个个都举手 这些 会长 来开会的人 回去会说 很多人都说 各有各 需要组织 什么 因为他这些赠成 是他明白的道理 是 就 揭力赠成 应该组织 应该 只做会 是吧 如果不只做会 你是那里的会长 他是那里的会长 大家知道 没有减责 没有团结一群人的力量 是 结果就成功了 这个 组织了 二十年 是的 大二十年 组织了 所以 总会有个团结 是 就是 已经在这里 就是团结 我们是潮州人 是 团结 所以 姚老马上帮我 去团结 是 送给我 姚忠儿老 送给 是 你可不可以 和我们分享一下 有些什么 长寿的秘诀 的呢 哈哈 长寿秘诀 就没有什么 长寿秘诀 我告诉你 一个人健康 最重要是体育 体育 体育 运动 运动 就是运动 是 所以我 虽然跟你百多岁 我的身体 什么都没有什么 是 就是运动 是 我每晚 九点几日睡觉 是 之后五点钟就牺牲 是 坚持到现在几十年 是 是 我在 渣丁山上 见一个发影 我亲自下手见 现在还在那里 现在还在那里 我找人在那里 看着 看着 花鱼 在那里走路 是 在那里运动 在那里运动 所以我的身体这么好 都是靠这个运动 运动 经常 所以那些年轻人 我都告诉你 你要我的身体好 主要运动 坚持 做 你经常都回家 是 这几十年 对于国家的变化 你有什么感想 现在说变化 变化大 是 现在简单来说 我十几岁 以及一百几岁 我十几岁 的情形完全变化 是 我十几岁在央夏 那时几岁 用这份食物很满足 有得吃已经很满足了 是 是 鞋都没得着 当初都是赤脚的 赤脚的大家都 等到我来香港之后 几十年 三十几年 没回过 那时和三十几年 回去都没什么变化 都是差不多 都是很落后 当时很落后 落后到不得了 是 那我就逐边 逐边逐边 慢慢慢慢 扶持慢慢帮手 所以那些人没有读书 不过我很少说这些 那些人没有书读 或者他读中学 我没有钱 给我借 我一定给 你不是说只是潮州 其他地方 蒙古都要 就是有求必应 我有个座容姓 我自己的座容姓 辞成功 最努力的不用解释 是 你不努力 谁会成功 是 是 人生的价值 最奉献 就是你赚到钱 对社会有帮助 对社会有贡献 那才是价值 对 你赚到钱 赚到钱 结果那些钱不是你的 没错 迟早是我的 人生的价值 对社会 最重要 最重要 做福社会 对 事成功 对努力 我一个人都会 对 很多 小歌 哎 我终于学你 找到钱来做 这个 奉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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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你错 老婆 不是要赚到钱才能赚 我说你旁边的老婆 没有饭吃 你做一碗饭给她吃 这些又奉献 是 在街上走 有些老人家想跌 你扶他 是 他不会跌到 这些叫做好 不是说要 一定要很多钱才行 就是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 去帮别人 是 是 最后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你 你对于我们香港的年轻人 有什么忠告给他们呢 按我想呢 现在的年轻人 尤其英国 真的有好有福 是 是 以前我那一代的年轻人 和家的年轻人 分别很大 是 教育 勇修 一样都比我们以前差好一点 所以我 勸告这些年轻人 应该知道 欢喜家国家那么强 国家那么好 而那年以前 我小时候 诚实说的时候 问老师 喂 为什么叫租界 租界 租界就是你住的房 做一个租给人 叫租界 你说行不行 是吧 好像法国租界 华人以狗 不准进入 那个地方是我们中国的 是 做租界 中国人和狗 不准入 是 是 是 所以 这个 目前的青年 我勸告你 要知道 福 家国家那么强盛 不会被人看待 这个 老人家来说 我就很欢喜 是 家国家那么强盛 做得那么好 很难得 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 年轻人 应该努力 为自己 为国家 做多些 有意义的事 这个 我 希望 中国 各位 年轻人 对这个 国家 对这个 地方 爱惜 这是我 希望 多谢你 韦南叔 希望你能够 继续 传承你的 爱国 爱广 爱乡的精神 和我们一起 建设一个美好的香港 多谢你 韦南叔 主要都是希望你 我们知道 百多岁 时间不是很长 还可以继续下去 多谢你 多谢